如果微生宴也能读易经的话 那就太可怕了 他曾经跟了老歌主那么多年 那他在上古易经里知道的秘密 恐怕比你们还要多 既然他看过我们那么多秘密 那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他的 金库钥匙 你怎么拿到的 幸亏我留了一手 真是 真是 平亭人 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对于公子来说这是一场好雨啊 沈羽仪式 是眼下你我的关键 我答应 我答应 行神语一试 令营霄 为王 我答应了 你想好了吗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远远超出了我所想 你能承受得了吗 我能 看你这个样子 我还真是有点不忍心啊 王辰 你总算是想通了 你 怎么 要给我一个激动的拥抱 小变瘫 你可把我骗惨了 这危险 卫生液随时会发现你 我们进屋说 他现在 伤不了我了 他当然能 卫生液能够反之一惊 所以你才动不了他的是吧 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 他其实是跟你 你和黎莎是一样的 都不是普通人 猜对了一半 当年念光阁收下他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八岁孩子 没想到 短短两年的时间 他就从老阁主的眼皮子底下 窥探到了上古易经的秘密 可你不是说 历代念光阁阁主的能力 是天生的吗 那 是 没有人知道 他是怎么做到的 后来呢 他知道的越多 也就越害怕 因为他知道 不管他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亏他 只要老阁主动一动手指头 他所有的谋划 都会毁于一旦 甚至保不住自己的记忆 所以 念光阁存在一天 他便一日不能安睡 所以 他才造出了能够反制易经的东西